哈囉 表弟妹 這一集呢要跟你們聊說 就是我做過的一枚種類們 因為呢 最近呢 我就得到我一個 嘴薦呢 就是直男好朋友 他居然在情急之下呢 說說我 就丹領表姐就是年輕貌美 這四個字 說 怎麼會有人說我年輕貌美呢 我記得馬上就把這件事情就跟我的女生好朋友 就奇葩還有鳳姐說 然後奇葩跟鳳姐一聽到 天啊 就是他們要吐了 就是他們真的是不會用年輕貌美來形容我 但是 我這個人就鋼僻自用 我就當真了 對 有個簡單說我年輕貌美 所以呢 我決定好好來分享就是我做過的一枚種類們 先給你們看一下 我最近非常滿意的是我的嘴唇 呃 我的嘴唇呢 我的範本呢 是Kylie Jenner 給你們看一下我打之前跟打之後的照片 before跟after 天啊 我打之前真的嘴唇真的是有夠 刻薄的 然後呢 我一直不敢動我的嘴唇 是因為呢 就是台灣台面上 有一些女明星們 不要問我是誰 我不會說名字的 對 絕對不會說 還不就 不說 欸 不說就不說 我想說西瓜蟲他們打的嘴唇就那麼像人妖啊 就發現他們就是因為 嘴唇就打了就是 唇紋都沒了 就很像兩隻尼丘在嘴巴上 就兩隻尼丘 就人妖感就是完全冒出來 但是人妖感也沒有不好 有沒有發現我做人講話很原容 是因為我個人就是 人妖的元素已經蠻重了 所以如果我在打那樣的嘴唇 我就真的會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妖 對 所以呢 我想說 為什麼Kylie Jenner跟Kim Kardashian 他們嘴唇打這麼厚 但是卻這麼的自然 我就發現原來他們保留的唇紋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就跟我的醫美醫生 我的乾爸呢 我就跟他大鬧說 我到底要怎麼樣擁有Kylie Jenner的嘴唇 為什麼他有唇紋 為什麼他有唇紋 然後他就這樣想了一下之後 上看已經說 我知道了 然後呢 他就幫我打了玻尿酸 他是打在痕裡面 所以我的嘴唇就是變厚了 但是還保留唇紋 所以看起來就非常的自然 就是完全不是兩隻尼丘 在我嘴巴上 就完全沒有人妖的感覺 所以我近期非常滿意是我的嘴唇 好 首先 先講一下就是 醫美呢 醫美是一個身外之物 因為醫美大部分都是蠻高價位 但其實也有入門款的醫美 我今天會介紹給你們 那如果說要做醫美的話 就是如果你是小資女上班族的話 那你就等你年中的時候 你拿年中的錢去做 我就覺得最合適的 那不然其實老實說 就是以平常上班族 就是三萬塊的薪水的話 你要一次做 做醫美做到你爽為止的話 可能會有點困難 對我必須講 那所以就是依照你自己的財力 去分配你到底可以做哪些醫美 這樣子 那今天要介紹的當然還是有 就是小資女做的氣的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日常保養的雷射 那我最常打的雷射呢 是C12這個雷射 那C12這個雷射 它有很多藝名 譬如說 什麼禁膚雷射 什麼 可能取名叫櫻花 什麼之類的 反正總之它真正的學名就是C12 那C12是我一個月就是會固定打一次的雷射 喔 還有另外一個是 那個學名 我有點忘記 可能叫亞歷三大 那亞歷三大就是臉上會除毛的 除你的小細毛 其實我們臉上都會有很多小鬍子跟小細毛 鋪滿整個臉 那那個毛 那個除毛雷射 它會讓你臉上的細毛 就是全部都沒有 對 所以你上妝呢 就會非常非常的服貼 那個學名應該是叫亞歷三大雷射 那再來 C12這個雷射呢 近膚雷射 它是非常非常基礎的保養 而且其實它價位完全不貴 如果你買一次課程很多的話 其實除下來一堂可能一兩千塊 一千多兩千多 就是其實一個月花一千多兩千多 其實是OK的 那C12這個雷射 它最重要的功能呢 就是如果你臉上有 外力造成的暗沉痘疤 譬如說 像我臉上沒有 像這邊有一個 就是 這是我因為 撕沙龍趴死 所以留下一個疤痕 像這種外力造成的痘疤 不是你生成的那種 曬邦之類的 它打C12呢 大概打個兩三四 就會淡得非常非常快 那因為我個人的體質是 這種暗沉的痘疤 就如果我不去管它的話 它真的會淡得非常快 那只要打C12呢 譬如說 我原本我這個痘疤真的是 做 走路的方式才會 就是 變淡 但是我打C12 我就完全就是 坐高鐵的方式變淡 那C12除了就是淡化這種 色素痘疤之外 或是色素的疤之外 還可以讓毛孔變得比較縮小跟平滑 然後再來是臉會變緊 那它變緊的程度有限 因為你就把它當作一個日常保養的 雷射 那再來是臉 整體會變亮 但是我個人最愛它的功能就是 淡化這種痘疤 還有 會讓油脂分泌 比較少一點點 只是C12我目前感受到最棒的功能 所以我大概平均每個月會打一次 那這是一個最基礎的入門的醫美 非常非常推薦 如果你真的很care你的臉的話 可以去打打看 因為它的價位是 因為它一個月真的只要打一次 或是甚至一個半月的打一次 因為皮膚也沒辦法承受 這麼高能量的東西 這樣一直打 所以是基本上是還可以負擔的 其實你是要付多一點錢 除下一次比較便宜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 我很常打的就是各種脫尿酸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的嘴唇 那再來給你看一下就是 我這個臉凹的照片 因為我就是瘦過頭了 對 就是我真的瘦過頭 我瘦到臉就是凹陷 完全就是人妖感爆棚 所以我去 在這兩個凹陷的地方呢 我打了潑尿酸把它補起來 那它這是完全是 當場可以見效的事情 我打潑尿酸打很多地方 我還有打過我的 淚溝跟印第安紋 還有這個蘋果肌 但因為這個 我已經打了非常久 非常多次了 所以一開始呢 你要花比較多的錢 跟打比較多的劑量 因為你一開始這邊很空的話 你要打非常非常多 那隨著就是你 越打越打越多次 它其實 你之後要打的量 會比較小一點點 還有法令文 我以前也打過 但我很久沒有打法令文了 因為我後來 這等一下再解釋 因為我後來做別的東西 所以法令文就也沒那麼深了 那我最近有個朋友 他去打了法令文 就立馬就是 因為法令文非常非常重要 原因是因為你看 仔細看 櫻桃小人子的卡通 你看裡面的爺爺跟奶奶 他們 畫老人這邊都是 只要裡面的老人這邊 都是一定畫兩條 代表他是老人 因為法令文就是讓你 顯老的一個關鍵 所以很多卡通裡面 畫老人就是一定會畫 就是法令文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淚溝 淚溝也是 淚溝跟法令文是非常非常 最需要補的 這兩個是我非常注重 就是一定要讓它 一定要是平的狀態 所以呢我也有打蘋果 今天看起來會比較年輕 所以我 我臉上就是打了各式各樣的玻尿酸 那我的鼻子這邊有打一點點 但打的不多 那我最近最滿意 最最最最滿意就是我的嘴唇 因為它帶給我非常非常大的容貌的改變 還有這個雙腳凹陷的這個 所以害我現在修容都不敢修這 我這邊反而打澎 因為我這邊真的過瘦 我現在修容都只修這 以前就拼命在那往 胖的時候在那邊 拼命這樣打 shadow 但現在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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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修容真的是 我可能要活八輩子才用得完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修容了 我修容就是 欸 只修這邊而已 那我下巴呢 有往前打一點點 對 因為我原本下巴內縮 所以我是 往前打 對 我下巴 這樣側面的弧度會很漂亮 所以我非常非常善用 就是潑尿酸這個東西 那我個人打的潑尿酸 是法魯馬居多 對 但法魯馬的價位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個人的財力去跟醫生 你的醫生討論 或是你要找的醫生也OK 就是都OK 這也不是業配 所以隨便你要找什麼醫生 反正要找一個好的醫生就對了 那潑尿酸的牌子有非常非常多種 然後產地跟國家也不一樣 所以你們就選一個 你滿意的或是醫生推薦你什麼 那我個人就有偏好的牌子 就是我醫生推薦我 所以我就一直都打法魯馬 那法魯馬它裡面有麻藥 所以它會稍微貴一點點 然後我的 曾經以前很瘋狂就是 我這邊鼻子有往下打一點點 但不多就真的一點點而已 因為我真的一直很想要動刀 就是縮筆 但是醫生就急急叫 所以他就幫我打了一點點在這裡 讓我鼻子比較小一點點 好 玻尿酸呢是一個非常非常 適合就是 臉上各種就是雕塑的這個材質 這是第二種我打過的醫美 那第三種呢是 肉乳感菌 肉乳感菌呢最主要功能就是 你臉真的非常方或是 胖的時候 咀嚼肌很大的時候 打這兩邊 會立馬就縮小 但是因為後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整個就爆瘦 所以 我現在暫時就是 已經很久沒有打我的咀嚼肌了 因為我再打下去 我臉真的會變成就是 一條直線 就真的 縮 縮成這樣 所以呢 以前我的臉 給你們看一下以前臉真的是 蠻方 這咀嚼肌很大 那後來就 打了 呃很多人 真的有人問過 問過我說你有消股嗎 我是真的沒有消股 對 我就真的是打 呃肉乳感菌 然後 又再加上我爆瘦 所以我臉就是變得非常非常的強 是一匹馬兒 那肉乳感菌呢 還可以打抬頭紋 你現在 所以我 抬頭 額頭就有打 所以我其實現在沒有什麼抬頭紋 那很多醫生呢 非常非常的就技術差的時候 很多人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他 欸為什麼 就是他打了額頭 然後 然後 卻雙皮變窄了 變成就是 眉芽眼 因為他 那就是你的醫生 就把你肉乳感菌打得太下面了 所以 因為肉乳感菌是放鬆 呃 放鬆你的肌肉 所以他肌肉往下掉 所以你的雙皮很多人 就打了就變窄了 因為就是要 純多多的眉芽眼 那其實 正確肉毒呢 是要打在中線以上 中線以下 絕對不能打 因為這樣子 你的雙皮就是 會被壓垮 那我只打在這邊 就咀嚼劑變窄 那 肉乳感菌 我目前就打這兩個地方 居多 我還有打在就是 鼻子旁邊 這是因為我 因為我個人的問題是 我覺得我不喜歡我的鼻子 我覺得我鼻子就是 不夠窄 然後 所以我的醫生 就居然就把我打兩針 就是一針 在這邊 一針在這邊 然後肉乳感菌沒事 其實不太會有人打鼻子 所以這個應該是 非常非常就是罕見的案例 那大部分就打咀嚼劑 咀嚼劑會有非常非常棒的效果 那肉乳感菌呢 我個人就是打 就是美國那個牌子 就是BOTOX這個牌子 其他牌子我應該就是 都沒有碰過 那我覺得BOTOX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那基本上 呃 肉乳感菌呢 也是拿年中一次去 囤一下那個 CC素呢 會比較划算 因為買多一點的話 分下來就是你 一個單位會比較便宜 那再來 我個人還有很喜歡的一個 就是醫美式 呃 極限硬波拉皮 極限硬波拉皮呢 我個人就是 非常非常推薦 而且就是只能打 美國那一台 就是原廠的Otheria 這個牌子的 極限硬波拉皮 其他牌子我應該都沒有打過 那它一開始出來的時候呢 非常非常的昂貴 大概有全鏈 可能好像十幾萬 那現在已經降價了 因為它已經上市很久了 全鏈5048 好像是六萬多塊 但每一間 價錢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先看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 美國那台原廠的Otheria 這個牌子的 櫻波拉皮 那給你們看一下照片 櫻波拉皮對我來說 就 呃 很大的一個改變 是我這條線 就是變得很明顯 而且櫻波拉皮 雖然一次 現在要六萬多塊 可是 因為它大概兩年打一次 一到兩年打一次 就好了 所以你年中 整筆投入櫻波拉皮的話 如果你OK的話 我覺得 我個人會覺得說 它真的是 CP值還算OK 是因為 它可以撐蠻久的 而且是你整張 你就慢慢變緊 那櫻波拉皮比較 麻煩的地方是 它不像玻尿酸 你一打 就這邊凹下去 然後就是一打就變平的 櫻波拉皮呢 它打完之後呢 大概要三個月之後 才可以看出 你臉變緊的效果 而且 你一定一定 就是在打之前要拍照 然後三個月後呢 你再來拍一張照片 你才可以看出 就是你臉真的有變緊 因為你這樣 天天盯著你自己 你真的是不會發現 所以你一定要用照片 就是 來見證 就是 就到底有多麼的 就是拉你的臉 你打之後 你就從此以後 就真的像一個 一雙 一個小精靈 就是在後面這樣拉著你的臉 漸漸漸漸漸的臉 就是真的會這樣 往上 因為 我臉上還沒有很明確的皺紋 所以 我的 我不會有一條明確皺紋 然後被打就沒有 但是其實我是等到臉變緊了 所以 譬如說我法令紋 可能以前要補很多玻尿酸 可能 譬如說 兩邊各一些一些 但是因為我打 英國拉皮之後 因為我臉不是往上 所以你看 如果這邊有一條法令紋 那我臉變緊的時候 法令紋是變淺 所以我 附加的價值就是 譬如說我的玻尿酸 花的錢就會比較少 對 那英國拉皮是我目前 就是覺得 非常非常效果 顯著到爆炸的一個 讓臉變緊的一個 醫美 只是它這個項目就是 會比較貴 如果你一下子 沒有這麼多的預算 六萬多塊的話 你可以 不要打一次打五百零四發 你可以打半連 半連可能 譬如說三百發 譬如你打這邊 你覺得你這邊比較垂的話 你就打這邊 或是你覺得你這邊的那個肉 這邊這個線條不夠明顯的話 反正就打下半連 或是打上半連 那你可能就三萬塊 三萬就覺得 三四萬就覺得 欸還可以這樣子 你一個年中 就博序這樣花三四萬就 還OK 還OK 對 但 因為 二十五歲以前 你要做這些 我是不覺得你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二十五歲以前 就你還年輕 可是你差不多大概 二十八二九 三十的時候再開始做 就可以了 或是過三十 或是你皮膚上都很好 甚至完全不用做 我也覺得沒差 所以這支影片 我真的覺得好像不太適合 就是太年輕的少女們 因為你們還年輕 根本 我就過三十就老扣扣了 都快動軟了呢 所以我才做這些東西 那極限音波拉皮呢 我個人 呃會建議就是 你就忍痛吧 因為它能量要開比較強 才會拉越緊 那我個人是非常非常不怕痛的 女妻女子 我都覺得音波拉皮 就是真的是蠻痛的 因為 它真的是打到就是真皮層 所以它每一發那個電波 就是會很像尻到你的骨頭一樣 尤其是打這邊的時候 我是覺得最痛 它真的就是 很像只有人家就是 拿那個 嗯 我覺得不是針耶 我覺得比針再粗一點點 可能是打脊椎那種針 這樣 這樣粗你的骨頭 我知道聽起來很可怕 但是 呃 如果你去了醫美診所 你可以請他 就是幫你敷麻 要敷久一點點 所以那疼痛度會降低 基本上 還好啦 就是 你知道 就是我覺得再怎麼可怕 都沒有射手座來的可怕 對 射手座還是我覺得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好嗎 所以就是 櫻花拉皮呢 我的建議是你就是牙翼咬 就是 開能量高一點 就是催流 當然還是要在安全的範圍 不然你會燒燙傷 對 你還是當然醫生要選對 不然你真的會 羞腾腾燒燙 能量開越高 呃 會越燙 所以那你還是要在安全的範圍 只在開能量越高 就是它 就是那雙精靈你的手 會拉得越緊 所以我會覺得 反正既然都花錢 那不如就是痛死 讓我緊到爆這樣子 這樣子